那你几点睡觉呢? 呃,我差不多一点 哦,一点钟睡觉,很好 刚才你也提到你经常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家饭馆? 一家? 你为什么喜欢那家饭馆? 它的菜,它的有什么样的菜? 对,呃,我很多时候都去,呃,不去,我们不是去太远的地方 嗯,就是在,就是去,呃,对啊,大学里,很多时候都去太迫菜 哦 嗯,太迫菜我觉得很好吃 为什么呢? 口味对我,对我来讲,比中国菜都差不多一样 哦,OK 嗯,有 嗯,那你自己会做菜吗? 我自己不会,我会做饭 哦,你会做饭? 我会做饭 你会做饭? 对 你意思说饭和菜是不一样的,你会做饭 对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,就是说,用中文告诉我们,你怎样做饭呢?整个过程? 嗯,我试一下,嗯 第一,呃,哪个饭,饭 我不会说,是叫什么,是饭的筒 嗯,好 第二步呢? 拿了饭,拿了饭筒以后,然后呢? 然后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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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接下来呢,想问一下你,你有没有旅行过,有没有去中国旅游过? 嗯,去中国很多次,跟我家庭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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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最近是差不多两年前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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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•。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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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去過香港,去我的出生城市,廣州,去看朋友家庭。 那你覺得你出生的地方,廣州和香港,可能比較相像。 那上海,比較一下廣州和上海。 第一,說的,講的就不一樣,廣州大多數是講廣東話,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講過語,上海就講過語。 還有吃的方面不一樣。上海,我知道最有名是小籠包,很好吃的。 廣州菜我都很喜歡吃。 那廣州吃什麼呢? 很多東西有,就太多了。 我知道好吃。 我知道好吃。 因為你剛剛說,上海是小籠包最好吃。 廣州有沒有什麼特別好吃的? 比如說,如果我要去廣州,你覺得你一定要吃什麼呢? 我跟我的家庭,跟朋友去,他們朋友去吃喝雜誌,去點進。 嗯,好好好。 好,那我想問一下,就是平時的話,你新聞,就是你是用什麼方式來了解新聞呢? 是上網呢?還是看電視呢?還是讀報紙呢? 你一般現在的話? 現在來講,我很多,大多數是看電腦去找新聞。 我很少看報紙。 所以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件最近的新聞,任何新聞? 金融的也可以,就是美國的也可以,中國的也可以,講一件你在網上看到的新聞。 我聽說過,是昨天網上,聽說過西蘭有一個大地震,六點三個大地震。 那情況現在怎麼樣呢? 嗯,我不太清楚,但是我說,有差不多五十幾,是嗎? 嗯,是很多的,很大的,的震撼。 嗯,很好。 嗯,很好。